我們正式講,今天題目之前還沒想過 因為月尾我特別忙,所以不好意思 我沒有預早準備,但都是講一些新聞的事情 我和Alan應該都隨時講得到 所以大家不用特別擔心 先講這支鏡,期待了很久 騰龍35-150F2-2.8,這支鏡頭 說真的,它在以前單反年代出過一支焦距一樣 但光圈小一點的鏡頭 那支是2.8-4 那時候我已經覺得很正的,概念很正 像我這樣喜歡拍人像的人 我覺得這個焦距範圍是適合我的需要 因為太短的鏡頭 可能去到二十多的鏡頭是很少用的 因為人會變得太厲害 但是去到二百鏡頭我就覺得不需要 我反而就是這個鏡頭 我真是一支鏡頭 你就夠給我,足夠的淺景深 但是當然,之前那支 我覺得淺景深是差一點的 但是今次這支肯定 只是看光圈的 但是捉一級,淺景深應該都非常夠用的 一般影響上 現在就是欠他 是啊,巴仁 現在我就覺得欠... 是啊,你說得對 我覺得欠出來了 不知道質素如何 現在就欠這個,在我眼中就欠這個 如果質素好 還有今天的消息 因為他今天是正式提出的 就有美金定價 我覺得這個是最震撼的 1899美金 1900美金 我預計是貴了 我覺得難聽一點 騰龍DI32以來 它最貴是一百五百個鏡頭 而現在這支是再貴的那支一部分 不是貴一點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點震撼 嗯 但是我也看過日本 其實說 日本DC Borch的網站 其實之前也訪問過 他們設計的人員 然後就說 就好像你這樣說 真的對人像的用途多 其實你想想整支鏡頭 好像是不太闊 起碼跟天籟鏡比較 但其實裡面是包了 35、50、75、85、105、135和150 那幾個好像你說的常用的人像焦距 還有這次的肝圈 起碼有這麼大 巴仁你有沒有看過 之前騰龍日本公佈了一個肝圈的變化表 就是由35開始 變到什麼時候 由2.2 然後跳到2.4 跳到2.8 但是基本上來說 其實這支鏡頭的肝圈都算很大 你見到今天騰龍 他的Facebook 出的相片 很少出日本妹 但他這次真的出了日本妹的相片 我想他真的要銷售人像為主 其實大家可以這樣想 以往傳統我們單反的年代 他可能真的想著買大三元 可能買一支16、35、17、35 然後加一支24、70 然後再加一支7、28 去補整個範圈 但是其實騰龍 之前我看C-Watch的訪問 其實他們都是說 希望有35、150一支 就想著一支等於兩支 然後再補一支超廣角 這樣就可以出街了 他們的概念就是這樣 16、35或者17、35 2.8 其實也挺久 是的 但是我反而看 我反而看這支鏡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其實很特別的地方 我會看到 接下來的新一年騰龍設計鏡頭的方向是怎樣 你見到他 其實我想很多用家還沒想到 他是加了一個USB port 除了令到你更新的Firmware 就是不用經過機身之外 另外也都 所有變焦環、對焦環和那些制 你本身都可以擴覆一些功能 甚至擴覆的程度 可能是某些Sony原廠的 因為其實Sony原廠的那顆制 你基本上都是擴覆是AFON和OFF 或者AF轉手動對焦 或者是某些自定的功能 通常都是這幾樣 他就手掣於機身 機身給你調校 那個按鈕 是的 但是這支似乎是 你是完全被覆覆你 說得難聽一點 可以讓它 你完全沒想過可以變成那個功能 可以做到 是的 甚至我看回騰龍那些資料 他們的新聞稿就會說 你甚至要按一個按鈕 變成是動物眼對焦 人面識辨的對焦的開關 甚至或者是擴覆那個變焦環的 轉動那個幅度 就是你想要很長的行程 或者很短的行程 又或者是 我是以前Canon用家的 或者Nikon用家的 我要轉左和轉右的 所有東西都可以 真的很自定這樣擴覆 這個位置其實是我自己覺得 貼心 起碼多樣東西玩 對不對 因為看過一些 其實這支鏡頭 老實說 我就摸過實物的 真的摸過 因為那支是不合理的 我摸過那支 我見那個USB port 很 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壓凸 即是在外面 在鏡身後面 一個外路的地方 這個我就會有少少擔心 以為會不會影響 它防水的性能 這樣 這個有沒有信心 這個 老實說 這一個 可能你 下星期 我覺得 遲些有些實物 你這樣試到的 公司那邊 公佈我們 所以你試到之後 你還給我們 我不會用水浸它 我擔心 但我不會用水浸它 看看它是否防水 我只是覺得 以為我看到它有些怪 還有實際上應該之後 其實它整支鏡 我想這些日本廠 會想得很小心的 就是它要過那個 防滴的標準 所以應該到時候 實際賣的那些 應該可能會有過染 或者會收藏得比較好些 希望真是出來的 因為我剛才說 我摸過那個實物 是一枝未有效的實物 希望出來 都會有不一樣 起碼我剛才說的那些 會做得更加好 現在這枝我就 剛才有朋友也提到了 也是Elan Lee也提到了 今天廠方出了MTF圖 就是說它的質素 去到定焦的水平 如果是這樣 認真說 我自己真的有一點想 如果這樣 可能我會賣完定焦 來換它 如果它去到這個級別 不是賣完的 留一枝一枝一枝最大光圈那些 但是 因為真的 這個概念都比較新一些 希望在一些比較常用的焦距 但是又做得比較大光圈 還有質素比較穩定些 當然老實說 針武兩頭來 就是說 最好有24150 或者最好有2150 但是實際上 體積又會大了很多 還有售價 其實現在這枝的體積不是小的 認真說 現在的售價都大了很多 我想其實遲些大家看 騰龍公布連機身的相片 比例是 比一支Sony的2472.8 再長 比一支更大 還有如果我看回騰龍的資料 它支鏡都重到1165克 其實這個數字 都等於 都聚首的 其實是 大家要留意 但是起碼你掃街 就真的很多招牌 會給你用 這支鏡 始終變焦鏡的便利 就是你不用在中途換鏡 尤其是 如果它本身防塵防水滴做得好 在一些 惡劣少少的環境 比如 那些 有瀑布底 或者一些 風沙比較厲害的地方 你用得是安心很多的 很難 在那些地方你不敢換鏡頭 因為 都不要說其他 你換鏡 那一刻 免得失事那一刻 你敢不敢換鏡 這些都可以幫到的 講個好 當然定焦 認真說 我相信它很漂亮 都一定不夠最貴價的定焦 鏡漂亮的 但是 其實現在的鏡都OK 它做到OK 就OK 我覺得 騰龍的別照鏡 我覺得不擔心 光學質素 唯一出來的就是 可能大家要看看它的體積 或者重量 合不合自己 我自己就覺得 價錢 我要想想 分別 剛剛看到留言 Uliversity Food Uliversity Food 問我們在說哪支鏡 我們在說騰龍的35150 告訴你們 下面 Wion Soul 也幫我們回覆它 謝謝 謝謝 是的 德國也說 就是 夾資 14-35 RF 要等一等 我想 短期內不會有RF 和Satman 短期內 我相信 其實現在 最新趨勢 大家預計 2022年 我覺得 戶口 7-35 都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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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 應該未必這麼快 我自己 應該是上一集 我也有提過 我估計 其實 Canon 和Nikon 現在 遇到一個月亮難的情況 它開放 它又怕 搞到自己的鏡子 不能賣 但是不開放 它又會怕 大家因為 選擇 鏡頭的選擇 隔離廠 太多的話 就流失了部分客人 但是 始終這兩年 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Canon 和Nikon 突然間 客戶 升了很多 他們的貨員工不應求 我覺得是這件事 影響了他們 要減慢 推遲那個計劃 開放的計劃 但是這個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這些是世界性的問題 但是用家 就 唯有 等一下 但是這支 這支 我相信Canon 和Nikon 不會出類似的鏡子 可能過了一陣子 他們終於都開放的時候 大家都還可以選這支 到時候可能不用太貴 哈哈哈哈 這樣 好了 最後補充 Jernery 的其中一句 他說Canon的RF鏡子很貴 沒辦法 你說騰銅35-150 以至比 你說CanonRF那邊 有支28-72桿圈 當然焦距有點不同 但是你會看到 其實 都沒辦法 一身的現代鏡都普遍是這樣 真的會用一些很新的玻璃 還有桿圈又比較大些 如果沒有記錯 RF28-72桿圈那支都很貴 還有體積也有點大 其實這兩支我覺得是類似的東西 所以結果 見今天騰龍公佈 美國那邊 出了一個價格 199 其實都可能 都算是 大家要接受的東西 都是沒辦法 其實 是啊 我自己都 一直都認為 其實 他出新東西 乘機加價 比他直接把舊東西加價 對不對 你要想回 我們都每年加薪 正常來說 廠當然要賺錢 他們要加薪給他們的員工 所以 沒辦法 他出新東西給你 去加價 已經很好 我真的覺得 不過 可能因為這次是整個系統換 所以忽然間 加的價位 令到大家 覺得很明顯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譬如以前 小白 一小白 小白 小白二小白三 其實一直都 都是在加價的 第一代小白 我記得我以前玩 應該是9000元 賣街 向上城見到 去到 小白S3的年代 都在說16000元 其實本身是加價 只是 這次 他轉系統的時候 令他那個加價 福明 令到 大家會 覺得明顯 還有他支支鏡 都貴了 他不是一支半支 所以大家才會覺得明顯 好 這次差不多了 我們跳另一件產品 我都想每年加很多人工 每年加人工 我想大部分朋友都有 但是 加很多人工 這個是另一件事 我就一時時 以往來計 OK 下一個題目 先不要再講人工 這個我覺得特別的 TTR鐵殺名將 就是一個大陸品牌 可以出一支AF的鏡頭 因為他過去都是出手動鏡 MF的 手動鏡多 沒有接點的 因為過去其實不只是他 很多飛員 或者這樣說 大陸廠 很多時候都是出這個 全手動沒有接點的鏡頭 這次他就出支 很特別 32mm 2.8mm AF的鏡頭 全鏡頭 我想說一下這件事 你以為 為什麼他會這樣出呢 為什麼他不繼續出一下 MF的鏡頭 是不是MF鏡頭飽和呢 因為真的很多廠出 Alan 你怎麼看 我首先說一下 不如他先說一下他有什麼MF 有licon的ZMF 有Sony EMF 有富士XMF 還有USM的 即是給USM的 USM的 A不是R 是的 我看過在他的YouTube影片 有給RF的 但我就在想他是不是每一個MF都可以做到AM 實際上沒有人試的 我們都是看他的網上的介紹 但他就應該寫全部都是有AF的功能 只有自用對焦 所以應該猜到也是 你看他的對焦環應該不是機械式的 都是一些電動對焦環來推裡面的波打 我猜 所以你插入任何系統 應該都是要拿電去才對焦 但我就有個疑問 我覺得會不會像是APS-C的鏡頭 會比較大可能呢 應該就不會是 不過這個焦距很奇怪 因為如果它是32 可能變回APS-C 它又會接近大概50的標準鏡 不過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現在暫時看的資料 它沒有什麼很詳細的說到這一部分 只是看到它插在幾個X-Mine Nikkon的Z-Mine 然後Canon的EF-Mine 幾部都是APS-C的導向 但它又可以插在E-Mine 又可以插在Canon的RF-Mine 是啊 是RF-Mine才肯定是Full Frame的 其他的都是有APS-C的 甚至SAM和X-Mine都肯定是APS-C的 這個要等它出來 不過我猜這個價錢不會很貴的 所以我想應該找朋友借到 可能有些富貴朋友 把手指拿掉出來 鏡頭蓋 先放掉它 不過如果是Full Frame才會 如果是APS的 因為始終如果是APS 譬如韋卓那些都可以選擇 未必一定買一次 甚至乎它 光圈小一點 如果選擇它 除非它便宜也很重要 但是通常 我估計都應該不會說定價很高 尤其是招它本身都不是很特別 或者光圈也不是很大 可能都很大可能是 我估計它是一千多元 一千多元 但是我也挺喜歡它做方形罩 做方形罩 在外觀上 和六圈的設計都很寒溫 六圈都沒有什麼人做不到 你對六圈有情侯獨種 你很笨 但是為什麼我會用這個來講呢 因為我又想說 老蛙 其實老蛙 都是大陸品牌 但是老蛙 一向都出鏡子比較特別的 焦渠 用途 即是 就算出 看上去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一百百味 它都是做二比一 一定要比原廠 一定要比原廠 我們看開的鏡子 但是它沒有AF的鏡頭 為什麼這次會被 後來居上 因為冥象其實是一間很新的公司 如果跟老蛙比較 真的遲很多才會出現 冥象應該 冥象是在我第一次搞頻道之後才出現的一個公司 都在這幾年時間 我2006年的時候搞 其實這間公司是在0708左右才出現的 真的很短時間 但是 就出了GAF 但是 老蛙 其實它的鏡子 其實都挺受歡迎的 尤其是因為它很多鏡子 是它獨有的 所以 為什麼會被人爬了頭呢 Alan 你會不會有什麼特別見解 這個純粹我猜的 先知聲明未必是反映到真實的現實 不用 但是我 但是我 不會 那我就覺得其實是 我 以我認識對老蛙 其實它本身都是一間 國內來說算是挺進取的公司 你可能會批評它 有時候 客人可能會覺得它有些QC問題 或者受很多問題困擾 但是它起碼會改 以及會設計一些類似Mk2的產品 再進一步 或者在原廠的基礎 它再好像你說的 明明是100微距 它給了2比1的微距放大率給你 再多一點功能給你 甚至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之前老蛙的其中一個設計師 其實都是在日本的某一間鏡頭公司做過 也都設計過大家常用的某幾款的鏡頭 大家其實這個不是公開的秘密 大家會找一些專利都知道 某些廠的2470 是老蛙這個老板設計的 也挺出名的 以中國人來說 就很少在日本的鏡頭光光設計師上面 去做到一個有一個明星的地位 應該這麼說 所以它自己做了老蛙之後 你看它一出就很誇張 都是會做一些12mm 之後再慢慢將標準更加推展到10mm 全鏡頭的鏡頭 最近有支350.95 是全鏡頭的 對 所以其實是難做的 但是大家都會問 為什麼老蛙到現在還沒有AF的技術 我覺得其實是兩個方向 如果你說剛才T.T. Artisan 在國內運一間OEM廠 我要做一個類似的焦渠 隨便製造一個馬達 其實我覺得老蛙已經有這樣的技術 甚至它自己已經有能力可以生產到 但是長遠來說 其實如果你要跟日本幾間廠商 即是幾間機身廠商去談到 去做到一個授權 去真的正式 或者應該這麼說 打入整個賣鏡的主流 或者要做一線的公司 其實做一些逆向工程的AF的鏡 其實不是一個好事 所以我覺得老蛙 它不是沒有這個技術做不到 因為甚至真的 可能 如果要做 是的 國內有些廠 一定是有這樣的能力去做得到 但是老蛙反而寧願還是繼續保持自己的方向 寧願希望去到差不多 跟日本某些廠商有些關係 接著一出 那個關係就會長期建立在這裏 就是我個人的見解 尤其現在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Sigma和騰龍 為什麼一直都沒有RF和ZMine的鏡頭 或者是版本推出呢 是因為他們都是等著兩個品牌 就是開放出來 就是官方認可的開放出來 所以 你剛才提過的那位設計師 真是有心做好這件事的話 他想得到認同 真是拿鄭拉審去做這件事 有些都不奇怪 不過我印象中 他好像有加入M43聯盟 我有沒有記錯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M43聯盟都挺鬆散的 老實說 可能很多公司都有加入的 但是隨著Olympus 慢慢開始有少少走下坡 大家都不會放很多資源在M43那邊 因為當日是有幾間公司 一起公佈加入M43聯盟裡面 我印象中 那幾間公司好像 暫時得 永樂 應該是永樂 如果沒有記錯 有產品出的 真是很奇怪的 講了這麼久 都好像 沒有產品出的 我印象中 我也不是很肯定 可能 有朋友如果知道我說錯 可以回去check 我告訴我 我印象中 老蛙好像是有份做 如果有份 為什麼這麼久 因為他也不是沒有M43的鏡子 他也有手動的M43鏡子 所以是比較奇怪 是的 但是如果他 我當然是期望他出道 因為始終 AF 就是電子東西 我覺得他 可能他 除了剛才Alan說的問題 我亦都覺得電子東西未必是他 擅長的地方 真的需要時間去磨合 想他早點出的話 他就會早點 會有一些 做得好的鏡子出來 不要只是光學 加上機械上 電子上 都做得好的鏡頭 我們用到新機上才爽 那時候只要AF 我相信是不難的 但是AF 倒下來 有靜有快就很難 就是這件事 還有大家其實 這幾年大家都可以苦心自問 其實那個技術是變得很快的 可能五年前大家還是停留在 可能單反5D Mark III 5D Mark IV的年代 但是這幾年你已經面對了很多新的技術 Line View 模仿 模仿 模仿之後 有很多點的次用對焦 動物眼 人臉辨識 完全是在走勢來說 比以前快了很多 就算我想原廠要去競爭 都要想很多新的技術走出來 對於副廠來說 要去隔離原廠的一些功能 是真的有一點難度 甚至剛才看到 說回騰龍那支鏡 你是會看到他可以自己擴描那個功能 我想都要跟Sony談了很久才可以做 剛剛Ellen問 Ellen又問七公像和名像的關係 Steven就幫忙搭了兩間公司 至於為什麼這麼像樣的名字 他們兩間公司都沒有承認過 但是 大家可以想到是某些關係 但是應該是 不是友好的關係 我的理解 大家自己想 接下來我們講下一個 好啊 好啊 轉一轉 我轉去哪一張圖 先看 在這個Pixi 應該讀 如果沒有讀錯 如果沒有讀錯 Pixii 因為這間是法國公司 有機會是法文 我不會讀錯 如果有朋友懂得讀的話 也可以教我怎麼讀 這部機 我覺得可以提一下 因為我想香港沒有什麼人有的 我自己覺得很帥 所以我就特地拿它來講 這部機 很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它買到很貴 三千多EUR 三千多EUR 那幾乎是拉架 有些朋友跟我說 其實是貴過拉架某些機 因為它是用M-1 如果你要用拉卡M的鏡頭 是未必需要買它的 再加上它是APS格式的機 所以這部機 你要讓它的外形吸引得很厲害 才會考慮 但是我自己覺得 純粹個人的口味 我覺得它比拉卡M的漂亮 比較現代化 線條 還有用的金屬物料 都做得比較前衛一點 其實這部機 它之前出過了 但是我想香港不是太多人留意的 最新它更新了一部機 它的樣子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改了三樣東西 第一就是它的感應器 換了一顆2600萬像素BSI的CMOS 這個數字很熟面 這個數字 應該是 因為它原本那顆只有千多萬像素 忘記是1000還是1200 現在就是 一來是BSI 二來就是 像素多了 所以 現代化了 你想想 對上那部機 我剛才也提過 它不是出了很久 但是 它的像素 真的令人卻步 現在你看到這些數字 現在你看到這些數字 都不要說 它的機器這麼貴 就算是很便宜 你看到這些數字 你也會卻步 所以這個是必然要升級的 另外 另外 它第二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 它升級比較重要 應該是挺重要的 因為它是用 連動式的對焦 即是 蓬續連動式的對焦 就是 它那個 OVF 它是沒有EVF的 它是用OVF 但是 正常的OVF 是以往 不是太多資料顯示的 就是Range Founder的機器 但是這次這部 它下面 就多了很多資料 可以顯示出來 但是它是 因為我不太看得明白 它究竟是故意放大那個位置 我猜是它特意放大那個位置 正常的比例應該是小的 除非裡面的那個是LCD 不然應該不會這樣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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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就是一些設定你已經知道 嗯嗯 另外就是 因為它應該沒有插卡的 就用內置memory的 內置memory就加大了 基本上就是這幾樣 但是仍然在買三千多euro 這件事就真是 好藝術 我才會用藝術來形容它 這部機器 沒辦法的 因為其實你甚至整個經濟的比例 那個叫economic scale 即是你很難 你可能機器出的數量比較少 你買sensor的價錢 可能相對其他廠來說已經貴了很多 變成物料真的會貴很多 還有你見 這些可能是新品牌子正在起步的公司 你見甚至香港 可能其他地方暫時還沒有代理 那變成了 我想還有那個成長空間 可能突然有一部很爆的產品都不定 但是就真的要一些時間去磨練 我覺得是 不過我就這樣看他整件事 我希望是 他應該是 他的設計 外型設計 真的漂亮的 我相信他造工都很好的 所以我想他的品牌 可能自己都真的當是藝術品賣 所以才賣這些價錢 不是一般電子產品賣 電子產品的價錢 他的價錢真的不行 甚至其實老實說 你見Kickstarter 都很多人想要自己做相機 做到一部很傳統的相機 但是裡面是數碼的餡 但是結果都是爛尾 其實那間公司 如果你是沒有電子的經驗 或者沒有影像半導體的經驗 開發 其實都真的不容易 要做一部相機 其實他現在都起碼 由好一件成品走出來 還要不斷改 其實他的基礎已經比其他 Kickstarter的公司好很多 也可能因為他買到這麼貴 都能生存到 因為真的 有 歐洲那邊的人 很多 我估計 都很藝術家 都可能會支持 這類技 都不奇怪 對了 這樣 OK 這個不太多話說 大家只有一個G字 好 這個是Alan的 Alan發揮 為什麼呢 Iris 其實幾年前 我們剛剛搞Channel的時候 我還在舊公司那時候 我還沒展 脫離出來的時候 Alan已經賣了一兩支Iris的鏡頭 我記得 是 這支鏡頭我原本不打算說 但Alan就特別說 很想說 這支鏡頭有什麼要說 這支鏡頭 認真Iris 我覺得是英俊的 但是英俊得來 我又覺得除了英俊 又不是太特別 你覺得這支 它好像是電影向的 是嗎 是呀 它本身有電影鏡板 將電影鏡板 變回普通鏡頭版本 之前那幾支 有了普通鏡頭 然後變回電影版 電影鏡 這一支就調轉 他本身這個樣子 我覺得不是很電影 還是 他電影鏡的這個樣子 電影那支電影很多 但是 怎麼說 他本身有支電影版的 這支 是呀 電影版那支是30 然後是1.5T 即是那個 T1.5應該 是呀 計T值 那個光圈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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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光學應該是接近的 是 是 光學應該是一樣 是 是 我又說一下 我幾年用Iris的一些心得 那我先說一些壞事 其實呢 試過都壞過一次的 就是我有一支15 無端端用不用下 沒有了聯絡 即是跟機身 哎呀 死了 打算是燒了板 還是電子聯絡有問題 原來發現了一個很蠢的問題 就是他後面鏡尾的摺環 那幾粒螺絲 因為他沒有加一些藍色那些順滑的油 所以用不用下呢 不斷在那裡換鏡 裝鏡換鏡的時候 他後面那個蝦 那幾粒螺絲鬆了 變成整支鏡都鬆了出來 那個不是純滑的 那個是鎖死那粒螺絲不會掉出來的 是啊 鎖死那粒螺絲 那他就沒有做這一部分 然後我後來寫了一封電郵給他們 應該現在好一點 那我是唯一遇到這個問題 你又打算買這支嗎 這支我會買的 31.4 那我現在等它公佈的價錢 那就是 第一件事 它有Pentexman 那我覺得現在簡直是感動 有Bunderband 那另一個問題 另一個我喜歡Iris的地方 其實它好幾支鏡 那個成像圈都設計得很大的 就是有少少像第一代Sigma的art系列的鏡頭 是的 那你見這支也很誇張的 它的鏡頭去到86mm 那如果你是2萬 是的 你是2萬 裝下去Sony Alpha 7的機身上面 其實那支鏡頭的比例是比機身大 是的 就是 某程度上它是沒有騰龍35、50那麼長 但是寬度是有差不多那麼大 應該是86mm應該比前面超過 我記得 是的 甚至有機會會再超過一點 是的 所以 成長圈夠大 還有它的設計很現代鏡 我的現代鏡的意思就是 由頭濕到尾 包括我是全開光圈 然後到收光圈 不會分別得很大 還有四個角 會跌下去 但是又不會跌得很差 做成長圈就肯定四個角都好 做成長圈就肯定四個角都好 所以 最後一件事 唯一一個問題 就是最老土的一個問題 是 它性價比高 它沒有一支鏡貴過五千元 是嗎 甚至是 甚至是給老蛙 某些相同的 即是近次的焦距 更加便宜一點 OK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沒有自動對焦 那你要習慣這一點 OK 但是它又有些 它又有些很貼心的功能 例如你那個無限遠 可能每一部機都有一些差異 有些不同 直接跟批貨可能也有差 那它又可以給你 在你的那部機 領一顆螺絲批 有一個位置 可以讓你調整正的無限遠的 錄像 例如你真的找到目標 是覺得都很遠 適合你的那部機 那你可以調整正的錄像 所以就不需要把我推到後一點 或者推到前一點 去對那個無限遠 那另外呢 就是它也有一個 Fiction的鎖 即是阻力的鎖 你可以很快去轉一支頸 又或者很慢 轉得很慢 那我挺喜歡那個焦距鎖的 唯一我用Iris 最不好的體驗 就是它物料所有東西都OK 是真的沒有自用對焦 那如果 又是這樣說 如果又有自用對焦 又是這樣的 光學質素 還有那個構造 支鏡又不會五千元 就像人生就是這樣 是的 如果你說 認真說 如果不要算那些歐洲鏡 就是 這類 我覺得 算 當它是三線 差不多的 副廠鏡的品牌 二三線之間那些 大部分都是全手動的 你都很少會找到有AF的 那些 就是要去到一線 或者二線 近一線的才有 但是 但是因為它是 那個level 它很難做AF的 做AF的價位 做不到那麼便宜 除非好像剛才 對 沒錯 鐵喳船 散那支 對 我們用家來說 我寧願它 花多點精力 在光學上 對 黃永興問我 有沒有用過45個支 因為45 我賣得太多50 所以我沒有放棄了那支 但是 除了這樣之外 我是買完這支15 再買11 再買150 那這支 31.4 我估計都應該會賣的 因為真是full frame 而且 光圈夠大 而且我都對於Iris 全開光圈的表現 是挺有信心的 它是在光學那邊 調整得不錯 我說漏了一件事 其實11.15 它有一道號 就是它每一部分 裝的鏡片 裝得很仔細 有時候我們 甚至買原裝鏡 都有機會 大家都要試一試 你會發覺 左邊的市場 和右邊的市場 或者左上角 和右下角 有時候那個sharp的程度 已經和平面 是有一點點分別的 即是光綜不夠正 是啊 可能是某些鏡片 真的歪了一點點都不定 所以我看過 我用了兩支 我發覺 它做了四個角的調教 都做得不錯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心得 當然不保證 只是這樣 但起碼我用兩三支 都有接近的效果 嗯嗯嗯嗯嗯 是啊 這支講到這裡 剛剛Puzzle問了 你會不會講一下iPhone 13 Pro 大家聽得我久的話 都知道我反評的 所以所有蘋果系列的產品 我都不會去理解 哈哈哈哈 你熟不熟嗎 我和你調轉 我是支持蘋果的 所以我會比較理解 我會買多一點的 但是這部機 你講不講 因為我們今天準備的話題 剛剛就講完了 所以我現在就分享一下 說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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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了這部機 但不是給我用的 是給我老婆用的 哈哈哈哈 這樣就拿來偷偷地 試一下相機的功能 就真的比 我覺得明顯都比12 就是上一代 是好了很多 尤其是 大家如果看了很多YouTuber 試過 近攝的功能 他自己跳到近攝的模式 另外長焦他的鏡頭 也都長了一些 應該如果沒有記錯 他跳到77mm的 變了有時候有些細緻位 是出來的效果 整個用那個體驗 你和12的分別是有的 就是順話程度是差不多 但是所有出來的相片 很順手黏羅 你會看到那個分別有些不同 當然你說 和之後 真的評測 你可能 我不知道DX Showmark 那些還會不會做 或者再給他一個分 但是我覺得起碼會跟回 就是之前iPhone 是輸過一輪 給華為某些旗艦機的 就是拍照那邊的表現 那這次是應該會爬上來 至少是 還有三個鏡頭 互相輪流操作的體驗都不錯 尤其是超光角鏡頭 它最弱的部分是去到13mm 真的出來的效果 那些線條又直 其實iPhone有一道挺瘋的 我覺得呢 如果遲些 那些相機廠都可以效化到 它是會不錯的 它真的會很用盡的鏡頭 用盡的鏡頭去計算一些顏色 計算一些場景 計算一些AI 變得出來的效果 很多時候都是 和你心目中滿意的效果 已經很接近了 這個是iPhone拍照的 其中一個比較好的地方 這個我一向覺得 手機比相機好 可不可以用好的理由呢 或者大家取向不一樣 為什麼手機會是這樣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出去做工作 久不久你總會聽到 有些客人會跟你說 我的iPhone拍得比你好 就是這樣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呢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其實它裏面的AI 真的 因為它始終你可以當 這部手機真的是一部電腦來的 它真的給一些 說得難聽一點 真的給一些完全不懂的人用 它裏面的AI 是真的很strong的 反而相機 是真的給你用家 是真的在這方面 認識 是有一定的認識 是給你更加 拍到你心目中的形象出來 容易一點 所以是有分別的 就是 一邊如果手機是 一個完全不懂拍照 不知什麼來的人 按鍵都一定漂亮 反而相機就是 你已經要有一定的知識 它是幫你拍出你心裡面要的東西 大家取向不同 就有這樣的比較 甚至要加一點後製 加一些軟件去做 效果才能做得到好理想 是啊 不是只是一顆sensor 相機一顆sensor 大一點漂亮一點 noise少一點 是整個 處理 圖片的想法已經不一樣 方向不一樣 所以 有差距在這裏 我覺得 iPhone 其實你要買都會買的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這樣 近年 你看到炒風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就算你問身邊的朋友 雖然我自己不用 但是很多身邊的朋友 就是以前 步步追的 慢慢越來越 就是 有些朋友可能還在用 上兩三代的iPhone 還沒換的 就是 現在 坦白說 如果你為了攝影功能而換 我相信 比較小朋友會這樣選擇 反而比較多 就是 舊的那部也有點壞 是時候換 那究竟 買一部拍照好一點的Pro 還是 拍照沒有那麼好的 我所了解就是 普通13就是那個鏡頭 沒有那麼好的 就是我不太肯定 它是少了一支 應該是 少了一支鏡頭 還有沒有光學防震 鋪板有光學防震 如果作為我們喜歡拍照的人 我覺得 你要選擇 當然選擇一個好一點 就是拍照好一點 始終有時候 我們自己都一定有遇過 去到一個環境 發現很漂亮 我沒有戴照 以前 你會扔心口 沒有戴相機 現在你就會扔心口 為什麼我沒有手機 拍照沒有隔離 那部拍照這麼厲害 分別就是這裏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歡拍照的人 怎麼都是買一部好 拍照好一點的機 會更加好 所以如果你經常拍照這一代升級 除非你有12 如果不是 其實分別都跟12之前那些款式是挺大的 真的拍照 拍片 追焦 各方面 都真的分別挺大的 那就記住 錢不用節省 尤其是手機 每天帶出街 一定比你買相機 無論如何 怎麼算都比你買相機 除非你用相機賺錢 否則我相信你用手機拍照的機會一定 無論如何 九成九的人都會多過用相機拍照 所以不怕買好一點的 是的 OK 沒錯 都接近一個小時了 剛才我開帖的時候 都有一些朋友直接在那個帖上問問題 其實我都會鼓勵大家這樣做的 我都想做一個Live Q&A 如果大家真的有問題 想問 趁這些時間 譬如我開帖說 今天有沒有 通常都說今天 有Live的時候 大家在那條帖上問 因為 如果我用以往的做法 我是應付不來的 因為太多 所以我一直都 可能之前有朋友問我 做不做Q&A 我一直都 一直不做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 以前做Q&A 我一個星期可以拍過三集的 只是Q&A 所以我已經過了 所以今次 現在我希望在Live做了 所以剛才有朋友問 如果下次大家有問題 都可以在這裏 在這裏 問 或者我開帖的時候 在那裏問 我就會回答 OK 回到那裏 有朋友問 Kent Kent Yip 就問 想我講一下 XT30 Mark II的意見 那 我自己覺得 買 說真的 他 中間 無端端出了一部 XX10 打亂了一點 但其實那部機 我相信 不是很多人 特別喜歡 因為他的樣子 真是不帥 即是無可否認 但是他就內置了防震 如果你是需要內置防震 又想便宜一點 就是那一部 但是你不需要內置防震 想便宜一點 又想帥仔 就 XT30 Mark II 因為你沒有理由 現在還買一部 就是這樣 因為價位又不會差很多 就是這樣去 我的意見就是 OK 先看 如果有問題 記得繼續問 否則 待會我們回答完問題 就完了 然後 Vick Zhang就問 有沒有收到封 Kent Yip 會不會出有EVF版的 M6 Mark II 是沒有收到任何相關的封 這個 但是我個人是希望有的 其實我一直在期待 他的EOS M5 Mark II 我自己期待這部 比較多 我覺得這個機會不高 如果是M5 Mark II 但是 M6 會不會出M3呢 我覺得 有機會的 這個反而是 因為計算了 都已經出了三年了 所以 現在大概四年 到一代 都差不多 是時候更新的 如果他有更新的話 分別就是 他會不會繼續有 M-Mount的機出 還是會有 APX版的 RF-Mount的機出 這個 要看看 Kent Yip 怎樣去控制 但是我自己覺得 EOS M-Mount 沒有這麼快 完結 我猜 還有機出 Alan 你有沒有意見 都沒有什麼 但是我覺得 Ecanon的作風 都應該會 最後都會試多一次 反正 都很成熟的技術 EOS M 在日本也很好賣 是啊 也有一定的需求 還有 RF的APXC 是不是有優勢 是否有好處 我也看不到 我覺得沒什麼優勢 因為它有Mount這麼大的時候 那些機器 即是你的鏡子 不能出得太小 其實現在 Ecanon 我覺得它有少少 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它 剛剛推出那支 40 以及之前推出那支 28SE 已經是ZMount裡面 最細緻 但是 認真說 我覺得不算細緻 就是說輕就肯定是 因為它是膠的 整支鏡 但是 我覺得已經是小到它的Mount的極限 如果再細一點 就會變成那些 尖不勒 前面小的那些鏡頭 就很醜樣 尤其是 用到它們的 比較 單反應的機身 如果 旁續型的機身 都更好 用到單反應的機身 真的不漂亮 所以我覺得 我也是期望 Canon繼續 出一個 EOS M系 出得更好一點 會更好 OK 下面數下去 接著 Ko Yin Chiu 問 對R3的看法 你有沒有看上集 看回上集 上集講了很多 用了大約 我們三分一時間是廣播R3的 上集 所以今天不回答你了 然後 杜振堯 就問 應該問我 如果我拍Model的時候 我通常會用一支燈 這個我以後會講 但是 可能要等 我看完這浸 這浸 快看完 我會講的 但是 簡單來說 就是一般一支兩支 因為你太多的話 一來 就 越多越難控制 二來 你設定燈的時候 會花太多時間 所以我通常一支兩支 寧願 寧願 買一些火力高一點 因為 其實我以前 比較 我曾經有個很傻的想法 就是 買多幾支燈 要的時候 就幾支加起來 就當一支高火力的燈 用 但是 實際用下去 實際用下去 你會發現 當你同時去管理這麼多支燈的時候 是一件很蠢的事情 尤其是 通常我拍Model 都是one on one 真的 Model 睡著 我都沒有搞好燈 所以 就 一支兩支 就夠了 ok 接著 攝影好去處 Chan Team Khun 這個就要問Alan 說 喂 攝影好去處 香港 我真的 現在還有什麼好去處 近來 大家可以去銅鑼灣避風堂 天后的消防局 走出去那條坡 有一個 金色東西 好像風車那裡 可以去那裡拍照 那個位置其實也挺漂亮的 其實以前是避風堂那條坡 以前是閘不住的 現在就做了休閒公園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去那個位置 應該是天后的工業區那邊進去 近維園再過一點再對出 ok 這個 如果你說好去處 看你想不想要一些 比較時興的地方 因為始終可能每一段時間 都有人發掘到一些地方 接著就很多人去的 我想留意一下一些 視頻的group 或者 Facebook那邊比較多些 視頻group 就會有人 會講的 其實有時候我們找 都是在這些地方找回來的 還有看時節 比如說 10月 10月11月就是拍芒草 比較好的時間 如果你行山ok的 就去大東山 如果行山不ok的 可以去下 那個叫什麼呢 其實你打香港芒草 可以在搜尋 通常你會找到 有些 網頁會說 香港拍芒草 五大最好的地方 八大 十大 甚至乎有些 有一個路線給你 你可以去找一下 那我覺得 找拍照會這樣會好些 不過我自己喜歡拍芒草 拍Model 就很棒的 如果比較容易去 可以去下 李玥門 李玥門 我也覺得李玥門 會比較容易去 如果你拍Model 很重要的是 要容易去 如果Model 肯定跟你瘋 上大東山 就算肯定 除非他本身 真的 很Sporty 要不然 上到大東山 他都整個人都倒了 我當你的體力 是應付到 我就應付不了 但是我當你行 都拍不到 那個Model 如果是這樣的話 所以要考慮多樣東西 要拍Model OK 在checkworm那邊 就有幾個問題 彈了出來 Louis 你又是十點半才來 你每次都是這樣的 下次要早些 還有可以之後再看 看再看 我都不介意 OK 最後現在 在checkworm裡面 兩條問題 Alan問了一條 Alan Lee 之前有個女兒 KOL 叫你推介相機 給她 叫她買了 這個不是問題 我理解是問要買哪部相機的人 都不是適合用相機 也不一定 譬如 你剛才說的 那個女兒KOL 問你推介相機 可能她都是上一些自拍的相機 因為她可能想要一些前景深 更多的相機 所以現在可能會比較推介 或者是EOS M50 或者是ZV E10 可以換一些大一點光圈的鏡頭 可以比較容易做到前景深 適合她們更多的 跟著 nước 最後一題 今天 hil 買了機身買不到鏡頭 最好用不到機身又買到少許鏡頭 剛才提過的XT30 II 都不錯的 因為它沒那麼貴 你可以多選一些鏡頭 我會建議你買一些光圈大一點的鏡頭 因為始終APS 你會覺得 比如二光圈那幾支 你硬是覺得它的前景深不夠的 所以我會建議你買一些光圈大一點 可能寧願買 Retrox 那些 因為那些是挺便宜的 都可以考慮一下 還有富士 我相信接下來 如無意外 其實Ruma 也有消息提過 Sigma 應該都很快會有延遲公佈 在Ruma 提到的 到時的選擇會更多 可能你現在先買一部機身 買一兩支鏡頭 你買原廠二手的 到時 向工程那些鏡頭 我個人不太喜歡 因為它始終便宜一點 如果你覺得OK的 都可以買的 但是 盡量都可以 如果15元買完 XT30 應該都可以買到兩支原廠定焦鏡頭 玩一下 可以想想哪兩支適合你 你自己提到的 18.2也OK的 再想多一支 56 1.2 我就覺得 如果你打打卡 和女朋友拍照 都可以的 可能是歐筆 如果加上這支 OK 看看還有沒有什麼 沒有了 今天這麼多 因為其實都超過了一個小時 目標都是一個小時 多謝Alan 繼續多謝Alan 下個星期四 如果我羽毛意外 我都保留星期四 9點半 我會盡量 跟大家玩一下直播 還有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我講的話題 都可以告訴我 讓我多點時間準備一下 OK 今天這麼多 多謝Alan 大家記得要加Alan 視頻情報室 聽一下他平時 他不是像我這樣 一個禮拜講一次 總之有新的東西他就講了 大家都可以講一下 OK 今天這麼多 多謝各位 拜拜